好,定子平安,主日平安,感谢主啊 好,我们刚刚开完了我们的会员大会 感谢神过去的一年 给我们很多的带领啊 我们今天读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菲律比书 我们来看第三章 我们从十三节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就好了 好,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那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 从上边招我来的奖赏 感谢主过去的一年我们过去了 不管我们成功还是失败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 向那标杆来直跑 今天我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 我非常感恩 在疫情期间 觉得教会面对从来没有过的挑战和压力 所以我们不住地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盼望神能够感动弟兄姊妹 在疫情期间更加的爱主 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 进入2022年我们教会的目标的时候 我上个礼拜讲到了我们2020年还是想征战的一年 我们不仅要与瘟疫征战 我们也与我们生命中的老我来征战 我们看到环境一改变 那很多的人他的目标就失去了焦点 所以我们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完全体育方面的一个专用的名词 他说我们要现在标杆直跑 我们而且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 我们知道这个标杆 在最起初的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标杆不是横的 是竖的 这个跑不是沿着一圈一圈的跑 是直接的跑 然后来这个因为场地的关系 改成了这个横的圆的 到最后有冲刺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他本身我们鼠邻的街路 就像运动员在赛跑 我们前面有个标杆 非常的清楚 保罗说我们不是为了得第一 保罗说我们要跑完我们这个信仰的路 所以我们在跑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标杆是清楚的 不是彷徨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 当我们瘟疫来临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焦点 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转移到瘟疫的时候 我们每天怕 惧怕惧怕得病 惧怕感染 惧怕死亡 所以这个当我们发现 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就体现出来了 前几天我在想到 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 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又怎么告诉我 有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 没错 那还有呢 我觉得首先是世界观的改变 什么叫世界观的改变 世界观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小的时候学哲学 什么叫哲学 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那什么是世界观 世界观是world view 就是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世界 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瘟疫 我们什么眼光看失败 我们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自己 也看别人 那这个世界观的改变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讲到世界观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也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观的改变 现在讲到这种三观 有的夫妻老吵架 就是因为三观不同 那有的弟兄怎么有些矛盾 也是三观不同 那这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呢 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 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我们也受到共产主义文化的影响 那这些影响都不是整全的世界观 所以当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们的世界观是偏差的 就是我们看问题 我们看的角度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 不是最重要的角度 就是次要的 我们把它当成重要的 为什么人生发生问题 就是我们次要的 我们不能带进永恒的 我们把它看为重要的 对吧 我们最近我们在查一部所书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菲利比书 那查一部所书有人问我夫妻关系 这个说凡是顺服 有一天有人问是 这个凡是顺服 你的师母做得到吗 我说做不到 那我凡是做服我也做不到 说这个互相顺服 相互顺服 彼此顺服 这个还可以 如果凡是顺服做不到 那他说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说那你能做 他我也做不到 有一个姐妹说 我就想我的先生 他哪都不如我 你看他来美国比我晚 英文比我差 学历比我低 他工资比我低 那怎么样 我能凡是顺服他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很为难大家 是吧 是吧 那后来我想 我说圣灵感动 我说 其实你所说的一切 不管你的工资 你的学历 你的一切都带不到天上去 在永恒中 没有太大关系 保罗告诉我们的 凡是顺服 是指在永恒中的那个价值观 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吗 那你只要顺服丈夫 那丈夫呢 当然要做属灵的领袖 如果一个丈夫 不做属灵的领袖 老去赌场 当然不能顺服他 可是他保罗讲的是 指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了的 我们有了共同的价值观的弟兄姊妹 所以基督教的价值观 是一个整全的价值观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一个整全的价值观 有四点要 大家要了解 有四点 第一个 他能够回答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佛教不能回答 共产党不能回答 能回答 共产主义会告诉世界怎么来的吗 他不会的 对不对 那道教也不能回答 连儒家文化也不能回答 世界是怎么来的 世界怎么来的 只有圣经 基督教回答了 世界怎么来的 他是上帝造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 第一是空虚混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是上帝造的这个世界 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跟这个计划论 我们有很大的矛盾 计划论这是一门的学说 它是偏差的 它不是整全的 所以我们有人把计划论当作整全的 有人把科学当作上帝 这个都是错误的 第二点 那整全的实际上回答我们 世界是怎么堕落 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包括人是怎么堕落的 人为什么会惧怕 人为什么会自私 人为什么会凶杀 人为什么会仇恨 人为什么会忧虑 这些都是从人类犯了罪以后出现的 天起了凉风 在川普一开始 当亚当犯了罪 第一件事就天起了凉风 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 没有凉风 伊甸园是个滋润的园子 没有风 没有雨 没有地震 没有水灾 也没有瘟疫 从亚当犯了罪 这一切 因为罪进入世界 一切都罪恶都进入世界 包括自然界的 对人类的惩罚 是因为人类犯了罪 第三点 世界怎么可以改变 用什么来改变 使世界能够变成神所创造的样式 那首先悔改 我们先信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个悔改 最后一点 整全的世界要回答我们 幕后的世界 世界毁灭是怎么一回事 在创世纪 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所以我前 我去年一年在疫情间 我就讲这个启示录 所以讲起来对我很难 这个启示录 这个学派太多 学派太多 雅梅的看法 改革中的改革的工作看法 地方教会 地方教的看法 林恩教会 林恩教的看法 都不一样 不管你看到多少时候 你还要回到文本 回到神的话语中去 看到启示录 我讲 其实我越讲 其实我越兴奋 我越兴奋 我的兴奋在于 我有那么美的盼望 你信吗 如果你相信 那个美的盼望 未来的新耶路撒冷 是为你所预备的 未来的先天新地 与你有份 未来这个更美的家乡 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你今天就不至于 那样的害怕瘟疫了 所以2021年 我们有失去 我们有得着 我们教会可能也因为 这个我们实体聚会人 减少了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停止 我们传扬福音的脚步 感谢神 所以呢 保罗讲到这个 价值观的改变 他自己在菲利比书 第三章一开始 他就讲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是 我先前以为 对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 当做有损的 这是个彻底的改变 对不对 那么先前 与他有益的 一会儿我会讲到 什么与他有益 他说 我将万事当做有损的 之因 我以认识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 万事当做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这是保障世界观的改变呢 对不对 感谢神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有生命的标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这标杆来直跑 这个直跑表示 对自己的生命的不断的超越 不断的超越 你知道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跑过运动会没有 短跑不说了啊 就是这个长跑 能够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啊 你看到如果你跑马拉松 包括最后一个人进来 大家都给他补掌 因为他太不容易 他跑了那么久 我原来跑短跑不最快 可是我有耐力 我跑中长跑 后来体育老师说 中长跑其实最难跑的 当你中长跑 当你那个跑的那个呼吸 在困难的时候 能够通胀的时候 到点了 到终点了 可是当那个长跑 当你把那个最困难的罐 过去以后 你在跑的时候就轻松了 我这个我没有跑过长跑 我不懂 我跑中长跑四八百 哇就一直要用力 一直要用力 你不可能放松了 对不对 那个当的呼吸很困难的时候 你已经快过去的时候 你已经到了终点 保罗的意思说 我们人生就像一场赛 那我们怎么跑呢 如果我们跑错误的路 我们花的路线 再正确都是错误的 我爹在信主的时候 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他说儿子啊 那我信主了 这个那我过去 努力的一切都 都白费了吗 我说差不多 那他说我革命一生 对吧 我现在也有一定的级别 立了不少功 那都错了吗 我说差不多 因为你的方向是错的 如果你坐火车 你要去北京 结果你跑到南京 你站的位置 你就是商务舱 你用的怎么样呢 做的很舒服 你很努力 可是你目标错了 这个很重要 人生的目标 保罗告诉 那个标杆 就是耶稣基督 他讲的主要 我们要超越我们自己 我们超越我们自己 我们就认识到 这个世界 不管是物质的 金钱的 名利的 地位的 成功的 享受的 美好的 这一切都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 耶稣基督 我们要得到他 不要得到他 所以我们看 第一点 我今天要从三点来分享 根据这段经文 第一个 是忘记背后的 不再留恋 有一个 这位的人说 忘记过去的辉煌 是谦卑 忘记以往的失败 是勇气 忘记从前的创伤 是饶恕 忘记昔日的罪过 是感恩 忘记朋友的不抽 是大方 忘记仇敌的攻击 是胸怀 所以我们 当我们要忘记 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需要 痛苦的舍弃 很多的东西 保罗 讲到他的生命 讲到他的生命 他的首先 有四点 保罗在他这段 有四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段 我总结了四点 第一 保罗的失败 第二 保罗的成功 第三 保罗的痛 病痛 第四 保罗的伤害 保罗是 耶稣基督 拣选的 特别的一个 外邦的师徒 保罗呢 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差不多跟他很像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个性情中人 对不对 保罗在他的十三封书信里边 完全没有隐藏他的软弱 那我们首先看到保罗的失败 保罗曾经过去不认识真理的 保罗是法利塞人 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 在大马色的路上 他拿着大祭司的首令 他要抓基督徒 把他们下到监狱里边去 那时候下到监狱里边就九死一生啊 不像现在监狱三年五年 那是没的事 那时候就告诉你 信耶稣吗 你还是信凯撒 你是从凯撒为主 还是从耶稣为主 你如果从凯撒为主 活 从耶稣为主 死 保罗是做这种事情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也会有在大马色路上的过程 我们过去不认识主 我们按照记忆而行 或者我们按照一些的 世界的准则而行 当然我们今天信了主了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保罗说我们忘记过去 最重要一点是忘记信主之前的那些事情 那些荣耀 那些成功都跟永恒没有关系 很多人很难忘记啊 过去我是总裁 对吧 党委书记 是吧 一讲 有时候我们搞的见证会 我们要讲信主见证 这总裁上来了 给他半个小时 讲到二十分钟 还没讲完自己过去的那些成功的 你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这段见证没有 等到要讲耶稣基督信主 时间到了 然后还不满意 咱们给我这么短的时间 因为人生的成功的东西太多了 悬崖不完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 当一个人信了主了 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这个就是包括你的成功 包括你的失败 包括你的沮丧 包括你的伤痛 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唯有在基督里面 成为新的 保罗说我们要穿上新衣 所以当我们挥手过去 走过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要同样的智慧来 忘掉过去 忘掉过去的失败 忘掉过去的失败 失败是我们一生中不可避免的 我们是在失败中成长的 我们是在失败中 走完我们一生的 因为保罗说不要以为我完全了 我们也不完全 所谓不完全 就是我们虽然信了主了 可是我们还是不完全 不完全 所以呢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失败里边 我们回首往事 老想起我们的失败 夫妻观也是 我们一吵架就会想起过去 他对方对我们的伤害 这个伤害很多是忘记不了的 有的有一个老太太啊 八十多岁了 我去探访她 老姐妹啊 她老公已经没了 都回天家了 我一讲到她老公的时候 她就牙就咬起来了 八十多岁还那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后来我就说为你祷告 我永远不能饶住她 你到天上怎么办呢 我得跟她打到天上继续打 我说那你打不着了 到天上你都不知道她是你老公了 会吗 我说当然当然 天上不娶不嫁了嘛 你要都启示着都能看到 天上不娶不嫁了 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 你那时候就弟兄姐妹了 你那时候在基督里边就彼此相爱了 对吧 找不着她 找到你跟全都认不出来 她那时候恢复的帅哥那时候的样子 你知道荣耀的样子 你怎么办 她就想 我说你要戴这个 你就晚年很痛苦的 对不对 那我们夫妻吵架会不会总是吊醉 把以前她说那一句话 你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还真就没忘 我告诉你 那保罗告诉你要忘记 忘记过去的 忘记过去的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 是在失败和不完美中才成长的 我上次讲到我讲到 人的不完美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 人的遗憾的过去年很多的遗憾 没有做完的事情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重要的很重要 不重要的就忘记就忘记了 我爹告诉我一句话 我爹我小时候爱记日记 我爹说不许记日记 这很危险 因为你写的话很多很有刺激性的 那怎么办呢 记在脑海里 我说那怎么能记得住 有一句话说什么 烂笔头胜过好记忆 对不对 不得记 我爹说能记住的就是最重要的 忘记的就是不重要的 人生总会忘记这些事情 像今天的电脑 我们总会抵累一些的垃圾的东西 我们让那些宝贵的可以留存的来留下来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阿罗告诉我们说 忘记过去 包括忘记我们的失败 没有信主之前的所有的罪 耶稣地都都洗净了 都舍免了 你们 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领受的恩典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的信 不是出于自己的努力 乃是神的恩典 神所赐的 所以感谢神 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学习保罗的 保罗的失败 成为我们的失败 他忘却 我们也忘却 第二我们看到保罗的成功 保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导人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传导人 还有比保罗更成功的吗 还有比保罗贡献 在建造教会贡献更大的吗 彼得没有建造这么多教会啊 彼得只有耶路撒冷一间教会 可是保罗建立了多少间的教会 彼得没有写那么多书信 只有彼得前后书 可是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 保罗不仅是写13卷 写了30多卷 有一些没有收入到正点 那只有13卷收入正点 我们这13卷收入在我们的生活中 给我们尤其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和引导 那么保罗 如果从圣经这段看到保罗 他也可以说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成功的地方啊 首先我们知道保罗 根红苗正啊 保罗是属于法利赛人 从小收读圣经 对不对 所以保罗说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 首先保罗是八天受隔离 我们到现在都没受隔离 对吧 有吗 很少 第二 保罗说 当然我们现在受零的隔离啊 我是以色列族的变亚敏支派的人 我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完了 我是逼过教会的了 所以从律法的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是保罗的一个特点 对不对 那么 然后他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建造了几十间教会 这叫小雅西雅 这个以夫佐是他建立的 最出名的 对吧 哥林多 帖撒罗尼加 菲利比 很多的教会都建立 不仅他建立 像以夫佐一间教会 就是周围开了 哥罗西啊 提亚菲 提亚波利啊 很多的分堂被建立起来 那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 他也开始告诉弟兄姊妹 神怎么告诉他建立教会 而且保罗有一个不同的 他还被提到三从天上去了 他听到隐秘的话 上帝把未来的最美的救恩 告诉了他 所以他得写出那么多的 深刻的书信 这是保罗的成功啊 保罗建立很多教会 保罗写了很多圣经的一部分 十三卷的书 对吧 包括西伯来书 人们都说是保罗写的 当然有争议 我们没有把它列到十三份书信里边 感谢主 从保罗的书信 从最早的 从我们看的加勒泰书 讲到救恩 这个罗马书 讲到救恩和律法 然后又讲到了 哥林多前书 后书 帖萨罗尼亚前书 后书 提不太前书 后书 提多书 这个 现在很多的书信 来勉励教会 那感谢神 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所做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他说要忘记 忘记他的成功 忘记他的成功 我们人有的时候忘记失败很容易 忘记成功不太容易 好汉不提当年勇 对吧 这个我们当年都会有一些的这个了不起的东西 我们常常会述说 你像尤其人 孙子在跟着 孙子也当年 哎呦 哪里 我告诉你 过五官斩六角 他不会跟孙子说自己这个失败的经历的 对不对 人都会有夸耀的东西 但是保罗 当我得到基督的时候 这些都不重要 第三个 保罗的病痛 保罗是有一颗刺在他的里边的 这个刺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保罗身体不太好的 他眼睛也不好 他说你看我写的刺有多大呀 对不对 眼睛也不好 然后呢 这个被人家 这个刺是什么 到现在不知道 他求主 三次求主 祷告 保罗就这个为自己祷告 其他都没有 就为这个病痛 他说主啊 求你挪去这根刺 但是保罗懂 他谁是他的主权 他说 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 主啊 那是按照你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候祷告 我们要学习保罗 我们是 求 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 为自己祷告 也常常在祷告中失败 神没有悦纳他的祷告 有的弟兄姊妹 主啊 你这个 这个 这个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不是啊 神也不听我的祷告 我说你什么祷告 你看我找了一下 按照我的标准 神就没给我 你看我的绿卡 别人都通过了 我这五六年都没有通过 你看我的工作 没做多久 跟老板发生冲突 你看我的家庭 永远的太太不信服我 都是这个 让我信服她 因为家里这个主权 就不断的争吵 那我说 你有没有为教会祷告 你有没有为传福音祷告 你有没有为大使命祷告 没有 那跟我太远了 怎么会太远 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 我的义 你需要的 我就会加给你 我很感谢 这种我们的教会祷告 是一种为大的国度祷告 当你为国度祷告的时候 你为神的事情祷告的时候 你为那些被逼迫的上帝人 去祷告的时候 你那点小事 神就解决了 而且你眼睛不再局限于 看你那点小事 给你带来的worry 你不敢是看神的永恒中 给你的带领 所以基督的需要要宽广 宽广的像保罗一样 他的病痛 那根刺 神没有给他挪去 但是神给了他一句最宝贵的话 这段话也是给我每个弟兄姊妹 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 我的恩典在你软弱的时候 才显微刚强 他的恩典 我们才成为一个基督徒 让我们懂得什么叫感恩 无论遇到大事小事 他都堪顾 都堪顾 我的恩典 哪一天 都够你用 而且神的恩典 哪一天 都是新的 不是我们心中以后 我们老赖在这个 得救的恩典上面 我们还有不断的 经历主的恩典 在我们生活中 在我们病痛中 在人际关于发生冲突的时候 在我们经济遇到了危机的时候 他的恩典都会伴随我们 我们也看到保罗的伤害 保罗建立那么多的教会 大多教会都离弃他 很多的攻击他 有的人说他是假的 假使徒 对不对 有的人说他其貌不扬 长相丑陋 我到现在还没有人说我长相丑陋 其实我知道我不是那么太帅 我知道 但有人说这个人 说我这个人怎么样 简单粗暴 这个我承认 我这个人比较简单 我也不会那么想那么多 我有话就说 我有话就说 这是你们跟我二十点了 快 也了解了这个牧师的个性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热情如火 对主 对你的灵魂 对你的家人 我都热情如火 二十点我没有改变 神给我的热情 那上帝给我一个极大的恩典 对不对 那保罗在面对这个教会 都离弃他的时候 他尤其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他提到时候 凡在亚西亚的人 都离弃了我 保罗建立的教会最早在 居比鲁 第一次的宣教跟 巴拿巴在居比鲁 去巴拿巴的家乡 然后第二次 他们俩分手以后 巴拿巴去了居比鲁 他就开始进入到了 小雅西亚 小雅西亚 开的教会 最后小雅西亚的教会 都离弃了我 他说 提摩太呀 你是知道的 其中还有 飞机路和黑摩基尼 那当然攻击他的很多 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经历 尤其做教会领袖 做长老的 做传道的 那么做牧师的 你已经成为弟兄姊妹 看见他生命中的标杆 当然我们要谨慎 为自己谨慎 我们还要为全群谨慎 更重要的一点是 有没有是没看到耶稣之前 就看到了你 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 爱心热心冷淡 弟兄姊妹会看得出来 他也会跟着灰心的 那保罗呢 从来没有冷淡过 包括他的雅西帕王 前面说 我雅西帕王啊 我从来没有违背 上帝给我的意象 那个意象就是在 大马色的路上 神的光照向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基督 起来 起来 起来干什么 传扬我的福音 我拣选他 要做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为此走完了的一生 最后他为了这个将 他为主殉道 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 最完整的一个经历 就是最后为主殉道 你说牧师 你这个话 我这儿接受不了 一定要殉道吗 如果我们忠心的走完一生 就是殉道了 不一定是被砍头像保罗一样 但是我们忠心的 将自己交给神 这个忠心是一生一世的忠心 是跑完这一人生的信仰之路的中心 是天路历程的 每一步经历 多少 我们都没有灰心 我们都没有失去信仰 不管是贫穷 不管是疾病 不管是逼迫 甚至肉身的消亡 这是完整 我常常思考殉道者 其实见证的意思 这个圣经启示录讲的那个见证人 对吧 就是殉道人 见证人跟殉道是一个词 见证人 做主的见证 敢于为主殉道 如果你有敢于为主殉道的想法 你的一生回首往事的时候 你看到你走的路就是顺畅的 是在基督的旨意里边的 如果我们想世界的东西 很多人想 哎呀 我世界的东西是忙不完的 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的世界的时候 我可以说 主我为你而活 当然你还可以得救 没有问题的 保罗说像水经过火一样 一个人如果有罪 在信主之后还有罪 他就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 到主的面前 他要经过上帝的见证的时候 他就像经过火一样 经过火一样 所以保罗在这讲的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你看他建造了教会 但是他从来没有 去对教会的爱 对吧 不管以物所教会攻击他 其实以物所教保罗最早就 牧养了一天就走了 他建立了教会就走了 然后他就交给了 雅居拉百基拉 这一对夫妻平信徒来侍奉主 所以不要小看平信徒的侍奉 今天我们特别想要 一边工作一边侍奉主 对不对 那雅居拉百基拉 就忠实的按照保罗交托的来教导 然后神又把亚伯罗带来 会讲到的一个人 从亚历山大来的 对吧 然后呢 他后面又有谁 提摩泰 提摩泰摩养了十五年 以物所的教会 后来又来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牧师 叫约翰 使徒约翰 耶稣拣选的第十二个门徒中最重要的一个门徒 对不对 彼得 雅各 约翰 而且雅各是约翰的哥哥 兄弟俩 好了 这个 这个 约翰牧养 以物所教会 牧养到九十多岁啊 九十多岁没有退休啊 一人被关到巴摩海岛写出启示录啊 后来从巴摩海岛释放回来 又回到 以物所教会来牧养 九十多岁还在牧养主的教会 对吧 你看以物所教会经历了这么多最优秀的牧者 当然还有梯多啊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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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徒啊 好多的门徒在那里牧养 那保罗所建立的教会 一个一个的成长起来 就像撒芝麻一样撒遍罗马帝国和小雅西亚 小雅西亚教会离弃了他 但是欧洲的教会兴起来 菲律比的教会第一间 对吧 菲律比教会第一个牧者谁啊 谁能告诉我 是个姐妹 对吧 叫什么 绿利亚 绿利亚是欧洲第一个基督徒 保罗到那里去寻找神的儿女的时候 就发现一群妇女在河边祷告 保罗就去把耶稣基督父亲传给他们 第一个信主的就是绿利亚 他是个卖紫色布的商人 他就打开了家门 让保罗和同工希腊他们住进来 然后呢 住进来以后他就信主了 他就打开了家门 开的小组 他没有想到他这个小组 这个家里这个家庭教会成为 人类历史上欧洲第一间基督的教会 我记得我有次讲到 我讲到说 邵兰家 赵海 雪梅家 对吧 包括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家庭在打开 当然疫情了 这个停止了 这个在没有疫情期间 这个我们有多少的家庭被打开 感谢主 那这些家打开祝福的就是我们 所以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经历 失败成功 病痛伤害 保罗告诉我们都忘记他 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要在留恋在那个里边 我们要往前跑 一个运动员你想 这个跑啊 跑偷看 看他们追上 你追不上 那很快就被人追上了 对不对 你眼睛看着前面的标杆直跑 眼睛不管别人追上 追不上就跑你的 就对了 对吧 这个运动员该有的一个姿势 第二点 保罗说 我比较努力面前的 不带彷徨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成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西徒 耶稣里边得的强 保罗告诉我们说 他虽然在以前的岁月 尽力的多做主攻 但是他并不以为说 自己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就是说 他上过三冲天 他有那么多的书信 他牧养了那么多的教会 他带来那么多的信耶稣 可是他并没说自己玩 他要继续的努力呀 弟兄姊妹 他都要努力 那我们呢 我们信了主了以后 我们就觉得我们完事了 对吧 反正我礼拜天也做了礼拜 我小组里面也参加了插经 十一奉献我也守了十一奉献 所以不一定到十一了 但是差不多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然后呢 我的孩子也来到青年团庆 我觉得我已经挺不错了 这个想法是不要有的 保罗说我没有以为 我自己已经完全了 得着了 我要努力 努力 忘掉背后努力面前的 那这个努力这个词 那是将常常被争议的 因为改革中文神学 就认为我们德就是本 胡恩也一人心 不需要努力呀 我们努力守律法 那我们就走入了律法主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里边有一个相当大的争议 其实保罗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恩典 可是我们做主的工作要努力 对不对 我们信主是得救的恩典 可是我们侍奉生命的成长 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去努力的 这就两点 一个是得救的问题 一个是成圣的问题 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是一生一世的 不断的攀高峰的成圣 所以不能我说 我们赖在过去的恩典上 我们不长进 现在去找赖恩得救论 我们的神学里边 我们教会的宪告白里边 我们反对赖恩得救论 我们不仅得到恩典 我们就要回馈恩典 保罗在意菲利比书第三章说 我们是天上的公民 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的降临 第四章他说 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反心 他说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怎么能够喜乐呢 喜乐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讨神喜悦 对不对 我们的喜乐来自哪里 来于神喜悦我们 神说忠心的良善的仆人 当我们讲到这个努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段经文是 争议最大的 在圣经中可能争议最大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从施洗约翰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鲁地人就得着 这是争议最大的一段经文 对不对 那么当我们了解说 从施洗约翰到如今的问题 说努力进天国 似乎跟阴信称义有矛盾 好像我们只靠行为来得救 其实不是的 保罗已经解释很清楚 保罗说当人发现了那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基督 我为要得到基督 我把过去的一切都视为粪土 不仅是不好的 而且是粪土 粪土是臭的 过去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把权力当作很重要 有权就有一切啊 对不对 有权就可以支配别人 欺负别人啊 有权就可以敛财啊 你看在中国大陆这些独裁者 你看哪个没钱呢 对不对 今天中国的当官的 在海外的存的钱 有四万亿美金 这四万亿美金如果 用于民 用于百姓 可以六百六十年 医疗保险 现在中国有医疗保险吗 我有时候为国内祷告 我真是看到这种一个邪恶的世界 是很可怕啊 你知道 一个一个那天我跟师父在讨论 说说的他就流泪了 一个人得了病 他的腿得了一个病 这个腿要锯掉 要一百万 因为没有保险啊 农民有保险吗 没有嘛 怎么把一百万谁来付 他说我如果治好了 我不仅倾家荡厂 我欠的债 我的三代都还不完 那如果不治呢 这个腿呢 他烂会越来越往上 他人就死了 所以意思是说 你必须把这个腿锯掉 他用自己用了三样工具 一个足色的 很老痒痒的东西 他用布包一层层 咬住 他把舌头咬掉 一把锯 一个锋利的刀 烹火烧完 趁太太出去做工了 孩子不在家 他自己给自己把那腿锯掉 他还活了 他省了一百万 最后他被告说非法行医 后来律师为他说 他是给自己 他如果给别人属于非法行医 他给自己怎么做非法行医 就叫自残 但我看到这个 我想到这里 我真是很难过 人民 那些官员们 真的把人民当作人民吗 所以除了耶稣基督 这世界没有什么真理的 共产主义不是真理的 是个幽灵啊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一定从 世界进入到上帝的国度 从埃及进入到迦南美地 当我们从埃及进入迦南美地 我们一定除掉埃及的羞辱 埃及给犹太人带来的是奴役 所以犹太人在 旷野里40年 那些犹太人带着奴性的 犹太人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带着奴性 被奴役的奴性 已经成为我们骨子里的 血液里的东西 我们看了 我们有奴役 然后看别人得到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不舒服 我们开始批评论断 不舒服 奴役 这是奴役 所以保罗讲 当一个人心主了 世界一切都是奋土 实在 权利 当然是奋土 权利会过去的 帝王也会过去的 权利 金钱也是奋土 我就常常想 这金钱是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肉体的享受 保罗说明 有吃有穿就当知足 一个基督徒 如果追求这些肉体的享受 那还有完吗 没完的 对不对 你说你能花多少钱 我在洛杉矶 很多的中国人来 买那种大房子 一千万两千万 大的都是一万吃两万吃 你不还是住一个床吗 一个房间吗 顶多是炫耀说 我有钱 你这样炫耀 美国国序就盯住你 对吧 盯住你 有一天 我们家有个姐妹 牧师为我祷告 我们家保险箱被偷了 路上这种事经常发生 感谢主 我们家没有保险箱 保险箱偷走了 我说有钱吗 一边多少钱 说一个数字 吓我一跳 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挣不了 那么多现金 我说那怎么警察局有没有 他说美国也不作为呀 破不了案 根本不管 那保险箱那么重的人 把地板都拖个沟 拖出去的 他多大力钱 你知道吗 他讲 里边有珠宝 忧愁 那我说你能不能想点赶的事情呢 他想想 哎呀他赶 我那房子买入是两百多万 现在这是四百多万 卖掉了 我说你看你丢那钱 上去正好还你 正好那数字一点都不差 感谢主 他说这么想我快乐很多 金钱又能怎么样 我们今天把河流 山川 矿产 我们全部挖光 我们紫苏万代怎么样 怎么用 然后我们换的不就纸票的吗 金钱存到海外 有一天死了 谁的都不知道 没有意义 真的没有意思 今天 美女又怎么样 越多越烦恼 对不对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 这世界的一切都不重要 保罗在这里说 我认准了目标 这些目标都是不重要的 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 只有一件事 保罗的一生不仅是一件事 他有很多的事 但是这个事情有轻重 有的是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 有的是我们生活的肢结 我们很多人把生活的肢结 当作重要的 把生命问题当作重要的 就是人生的错乱 所以努力 这个词的意思 意思是说 耶稣基督说 从施洗约翰 到主耶稣的时候 天国是向努力的人 打开的 因为 思绪上那么大声的几乎 犹太人却不悔改 思绪上还说 天国尽了 你们要当悔改 就在约翰河大声的几乎 这个是我想到 创新第六章 这个第六章 我们看到挪亚 向这个世代人喊说 这个洪水要来了 洪水要来了 没有人相信 看到挪亚坐方舟的时候 大家朝向傻子 在山上坐那么大的船 那才坐多少年呢 我这多少年 挪亚坐多少年 一百多年对吧 那这一百多年 我吃喝嫁娶 我吃喝玩乐 多好 我干嘛要飞那个力气 洪水来了 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刚信住 我都不明白 这个挪亚怎么那么傻 神说什么的 又听什么 难道自己不能够 教证神的错误吗 我们常常读圣经 有没有读到说 教证神的错误的时候 基督二不对 我不敢说神不对 我说翻译的不对 他怎么会这个意思呢 怎么会让他在山人造船呢 那他就那么迂宗 让他在山人造船 他去山人造 要我一定在海边造船 对不对 我往海里拖的时候比较容易 可是你能拖动那么大的 四个租属长那么大的 挪亚方舟 你也拖不动 神为什么要在山人造船 他就听了 因为他听神的话 跟亚伯拉罕他听神的话 像保罗他听神的话 神的话是没有错的 是我们没有理解 那个时候 我们总暂时目前不能理解 在永恒中你回头再看 你现在你今天信住20年了 我们教育已经快20年了 明年就20年 你回头看你信住到现在 你走过的路 你发现原来你跟神 有些阿哥的时候 都是你错 不是神错 对不对 你看云 那个挪亚造了 洪水来了 洪水从哪里来 洪水不是从海上上来的 不是从河里上来的 洪水天上下来的 40天 我们维吉尼亚就下了 三个小时的大雪 就有22寸 对吧 前几天大家经历了吧 40万人没有电 参议员给拦到路上 二十几个小时 然后参议员就批评州长 因为参议员是民主党的 州长是共和党 批评州长 这雪又不是他下的雪 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制装雪的能力 但是到华盛顿 制裂雪的能力是很差的 纽约可以 华盛顿是不是那么老下雪的 所以他机械上准备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你知道那一场大雨从天上 你看下了44天 那我们三个小时就22寸 你想44天该什么样子 就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了 喜马拉雅山都没下来 最后挪亚方舟飘起来 上帝的旨意是好的 只要听神的话的人 最后都得到最美的救恩 对不对 感谢主 所以挪亚是这样子的 施洗约翰这样 施洗约翰努力的呼喊 一直到耶稣基督 向他们苦口薄心的讲说 你们查考圣经就看不到我 你们只是按照自意 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天国是努力的 可以翻译成暴力的 原文也是暴力的 也可以翻译成奋力的 奋力的才能够得到天国 最美的救恩 所以约翰的猛烈的斥责罪恶 是因为他努力的 穿扬他的福音 就像以色亚的勇敢 可以责备亚哈王的先知 约翰可以斥责毒蛇的种类 谁能躲避将来的愤怒呢 所以你们要接受果子 与悔改的心相称 是约翰也指责西律王 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是不合理的 最后他被砍了头 所以他的信仰是 永远的一贯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很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在信住以后 生命的长进 当然这个长进 还是在恩典里边 还是在恩典里边 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救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成圣 成为一个讨身所喜悦的儿女 你们 好 我们看第三点 向着标杆之跑 不再惧怕 2021年 2020年到2021年 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惧怕 2019年 你知道美国统计说 我新的一年的目标 第一点是什么 谁都记得我讲过那片道 减肥 对吧 减肥嘛 2019年之前 美国新的一年目标 大多数你做调查 都是减肥是第一位的 2020年 2021年 就不要减肥了 免疫力是第一位的 对不对 提高免疫力 那提高免疫力 你得吃啊 吃牛肉啊 多吃牛排啊 对吧 你最后把自己减得像肝的一场病 夸查 没了 断了 所以你看我现在也胖了六磅 这个还是合乎中道的 所以我见谁胖 我都不会 我说对了 现在不能减肥 我最近感冒了三个礼拜 我是拼命的吃 我能吃就吃 你知道很重要啊 而且牛羊肉要多吃 海鲜不一定多吃 牛羊肉 蔬菜 包括米饭 都要多吃 五股杂粮 你一定要吃的饱饱的 才能抵抗这个增加免疫力 才能抵抗病毒啊 所以你看到2021 随着环境的改变 人们的审美观也不一样 现在你看谁胖 没 因为抵抗力强 免疫力强 健康 健康是第一美的 对吧 你说你现在一个很苗条的人 可是他 可是你下去跑 你不信你试试 对不对 你看到一个很强壮 喜乐满面 红光满面 这人没得病毒 没事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 向着标杆之跑 就除掉我们的惧怕 2020年2021年 现在埃及带给我们的惧怕 这种奴隶的思想 奴役的思想除掉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可以跟随主 我们可以宣告 我们在撒旦面 可以宣告 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得胜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的一年 没有影响我们 没有影响我们的发展 又要地中所谓的成长 感谢主 我们看一下几点 我所统 第一 疫情不能够限制圣灵的能力 疫情可以限制圣灵的能力吗 不可以的 对不对 圣灵不管有瘟疫没有瘟疫 圣灵都在运行 就是我们教会 这个诺尔基的坟堂 在 现在已经恢复到 两三百人开始实体的崇拜了 你看到没有 感谢主 没有影响圣灵的工作 你再往下看 疫情不能够限制我们 祷告的力量 祷告的力量 所以弟兄姊妹 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今天跨年度的祷告就 将近差不多 七十多个电脑 来到我们中间 教会弟兄姊妹来参加 跨年度的祷告 那我这边都已经半夜三点了 他们那边跨年了 你知道后来 我说以后跨年 以我们东部的牡堂为主 东部的时间是跨年了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明年的跨年祷告 我们所有的教会 合到一起祷告 以我们牡堂为主 东部的时间 不是以加州的 这个太平洋的时间 是以大西洋的 东部的时间来祷告 不能靠着我们祷告 所以祷告 听说明 这个瘟疫中加强的祷告 我们不仅祷告 为神的国度祷告 我们也为 我们人民来代求啊 我们要悔改 代求 求主来保守我们 我们再往下看 第三点 疫情不能限制我们 传阳福音 过去的一年 我们这边教会 十几位弟兄姊妹受洗 没有限制我们传队 而其实我也还写了几个 你们可能没统计 从纽约来的 从别的地方来 我在这儿给他们受洗的 有几位弟兄姊妹 那么加州呢 去年一年 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受洗 我们这次在大海里 就受洗了56位 7月份 我们这边恢复实体聚会 就是乱吉分囊 受洗了56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些图片 发出的时候 刘福里院长说 你们要看 为什么要做教会 在疫情中没了 很多的教育中软弱了 很多教会的疫情中 却复兴起来 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意向 他说你看 风中滑下一堵教会 一次受洗56个人 你们要看一看 所以很多牧师 现在来我们教会来看 来看 刚才感谢主 这是我们的大海边 我们在圣诞节 我们的手受洗了 在下一个图片 56个人 25个人 在圣诞节 我们的教会里面 实习里 感谢主 所以呢 疫情会限制我们 传扬福音吗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就不会受到 疫情的搅扰 照样的传扬福音 照样的建立幸福小组 照样的建立教会 照样的奉献 来支持主的宣教 我们看到第四点 疫情不能限制 我们小组的团契生活 虽然我不能来到现场 我们在团契里边 我们在网络上 查经 祷告 我现在我的 亲自带查经 带一个小组的查经 那是我带的 你看到这个带查经的时候 好多外交人来参与 好多外交人来参与 我就问他们 不断地问他们问题 问他们问题 就叫苏格拉底式的文化 讨论 才能讨论 感谢主 所以我们去年一年 我们的团契 我们这些团契的 这个小组的同工 他们兴望了福音 他们关怀了弟兄姊妹 不管是柯明 张姐 张 这个 张地书 好多的小组的组长 我特别要感谢你们 过去年 来牧羊主的教会 牧羊主的群羊 成为很多弟兄姊妹的帮助 很多弟兄姊妹 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打电话先给小组长 我觉得你们遇到大的难处 还是打电话给牧师 没有关系的 给苏涛 给马船道 给我 都OK的 没有问题的 小组长要把他们那些 特别难的交通给牧者们 为他们守望和祷告 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小组 通过我们的团体生活 我们团体分堂 幸福小组 没有这个停止 你想一百多人受洗 哪来的人啊 各个小组带信主的 幸福小组 在网上做幸福小组 什么叫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 就是每次就会带 bad friend 最好的朋友 你要想吧 你最好朋友是谁 就把他带到我们群里边来 你让他来教会聚会 开车来 他还不太愿意 你说进群 给你个number 我带你进来 他都不太拒绝的 然后我们让他介绍自己 他很高兴 然后大家欢迎他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崇拜 再崇拜 感谢主 那么第五点 疫情不能限制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要装备门徒 传阳福音 装备主的儿女 然后完成主的大使命 对不对 这我们叫做意向吧 传阳福音 横切祷告 彼此相依 人日事奉 然后让中国福音化 文化基督化 教会国度化 所以你看我们 在疫情2000年 我们建立了 华夏福音神学院 我们这个神学院 去年一年 我们就培养出 136个毕业生 遍布在世界各地 前几天 有一个弟兄 我们这个神学生 发给我一封信 我真是感动的 我看这封信 我给你们读一读 你看这是我们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这是能够来到现场参加的 洛杉矶的 加州的 当然我们看到东部也了 赵二国牧师也去了 我们看到这个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 恩典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向神 向上的感恩 对不对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还有 还有一张照片 看到这个 不能限制 我们的事 没有 没有关系 看到我们的 毕业典礼 那我们今天又招了 一百五十多个学生 参加我们的学习 我们今天还有一百五十多个学生 参加我们的学习 而且不断的有人来报名 参加我们的学习 我们乱级分堂 就有多少人呢 就有 现在有二十九个 小组长 只是来参加我们的神院来读书 你看我们看到 我有个毕业生 给我写了信 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我不说他的名字了 因为他在杜拜 在这个阿拉伯国家来传扬福音 他是原来中国一个 中职机关的干部 中级干部 大学毕业生 信主了 是我们的第一届的毕业生 他说 亲爱的张院长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成院长了一笑 这个非常感恩 在2021年 我和我的妻子 能在华夏福音神院顺利毕业 在您开办的这个神院 我们真的学到了太多东西了 也把我的眼界和视野 完全的打开 同时在您的推荐下 我们也被CIO顺利的录取 南卡的这个克里比亚 国际大学的神院 通过在华夏福音神院的学习 坚定了我们在服事道路上的信心 有时候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的老师 为我们准备这么多丰富的教材 我们真的不敢有半点的松懈和怠慢 当我们困惑无助的时候 我们就想起张牧师曾经在课堂上 尊尊教导 也回想起张牧师您在课堂上几次哽咽的 给我们讲课的场景 正是因为这些 使我们夫妻在服事的时候更加有力 更加有信心 更加勇往直前而不会回头 我们夫妻一直以你们为榜样 当时您的言传身教 一直坚固我们夫妻一起 侍奉的信心 这也是我和我的妻子最真诚的感恩 2021年 我们毕业后 成立了一间小小的教会 我们开始侍奉 一年来靠上帝的恩典 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受到疫情的影响 教会从最初的十个人 到现在的六十多人 这一年有五十五位弟兄姊妹 在教会受洗 有九位弟兄姊妹正在读 华夏福音神学院 这日看到神的带领和复兴 在2021年圣诞节 教会还组织了 一百五十人的圣诞晚会 当晚有十六个人受洗归入基督 在这里我们真心的和您 分享我们内心的喜乐和开心 但我们深圳的知道 这原不是我们的能力 哪些神大能的恩赐和带领 盼望2022年 我们继续服侍主的道路 在这个道路上去奔跑 为主抢救亿万灵魂 我们作为您培养的学生 我们一定不辜负 华夏福音神院 和您对我们的栽培和教导 我们盼望着 在我们服侍主的道路上 能够得到您更多的鼓励和指导 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走得更加的坚定 愿上帝祝福您的全家 弟兄 南弟兄 杨姐妹与迪拜 你说我看到这个 我是感动的 当我们这神院说 我说每个人都要去建立主的教会 不在于大小开放你的家 建立主的教会 他们在一个阿拉伯的穆斯林的国家 可以这样的兴旺福音 一年教会增长到60多人 受洗了59个 都不是别的教会转来的 因为那里没有教会 都是他们凭着信心带到上帝的面前的 我相信这就是神要给他们的奖赏 保罗讲到最后说 我们为什么呢 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为了得着在基督里的奖赏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持续主动的 向着标杆直跑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因为神呼召了我们 神拣选了我们 神装备了我们 神就要使用我们 风华教会19年 神装备了一群成熟的基督徒 可是我们慢慢的 我们发现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热情 我们太成熟了 我们向圣灵再引导我们进入到 起初我们见到教会的热情 像今天迪拜的教会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都有福音主日 每个季度我们都有受洗的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在主的案里边 从无到有 我们传扬福音带来多少人的信主 我们的网站也祝福了多少的人 在我们的网站找到属灵的资源 我们有查经资料 有主日的讲道 有弟兄姊妹的彼此的建造和分享 感谢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若活在过去的创伤中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不断的告诫 自己失败的可怜人 撒旦也会因此来控告我们 说你看你多失败 因为你就是这样 你一事无成 你做不 你不行的 你的家庭是失败的 你的婚姻是失败的 你的工作是失败的 你人家关系失败的 我们就在撒旦的控告里边 活在这种阴影里边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要忘记过去 就是忘记我们的失败 忘记我们的过去 在基督里边 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所以我们要努力面前的 就是重新开始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的每一天 我常常想到 我面对面前的 我还有多少年呢 如果摩西活120岁 我肯定活不到 对不对 那我可以活90岁 我爹活94 我妈活92 我可以活90岁 那90岁我还有不到30年了 弟兄姊妹 面对面前的每一年 我离建筑的面 越来越近了 我所做的就是讨他的喜悦 越来越讨他的喜悦 一直到他见那边之后 我可以得那公义的冠冕 保罗在他离世的时候 对他的门徒提摩带说 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我跑进了 那索性的道我守住了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这个比世界什么都宝贵 比世界什么都重要 2021年 我主持了好几个罪子礼拜 有的是我很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也很爱我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艰难的时候 开始跟神的关系 完全的改变 看到他们过去 靠自己的智慧能力 当他们得了这个病 癌症 新冠 或者其他的疾病 他们更加的依靠主 他们走过了人生 最后的那段艰难的阶段 一直到我为他们送行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 他们知道了救恩的真体 知道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得到耶稣基督 为他生命的至宝 保罗这句话 绝对不是空洞的口号 说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天 当我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会 同样跟保罗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盼望地乎作为 我们早早的有保罗这样的看见 早早的数算上帝 给我们的日子得 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早早的保长他的慈爱 一直到在永恒中 有一天他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 这个比世界所有的权力 所有的金钱 所有的荣耀 都好 因为主喜悦我 好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好